生活不是只有彩虹,更多的是妥协 最长久的感情不仅是不离不弃,更是一起成长 虽然在困难时一起度过 但是在往后的生活里,一个人总是果足不前 不失进取,一直停留在原地 而另一个却不断前行,勇往直前,不断进步 时间久了,两个人之间就会产生距离 没有最初那些共同话题,共同爱好,共同目标 最终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对方 挤不进的圈子,只能分开各自生活 所以夫妻应该共同度过生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一起体会酸甜苦辣,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彼此成为对方不可缺少的部分 婚姻需要适当的沟通,沟通是爱传递的桥梁 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更没有实权实美的人 两个人长时间生活在一起,避免不了科判 人们总是喜欢打折,维系爱情的名誉 选择沉默不语 可是沉默只会让婚姻变得更脆弱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总会有冲突 尝试着去沟通,多了解对方的想法 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求同存异 摩擦或许就会少许多 平等相待,多一些赞扬 夫妻关系中应该彼此多一些尊重和平等 人没有贵贱之分 家庭中的事情也没有谁应该多做一些 谁应该少做 共同分担,多去看看对方的优点 多一些赞许,没有谁不喜欢听好听的话 最怕知错不改,一意孤行,步步退让 婚姻生活最怕的是那一方唯唯诺诺 明明是对方错,反过来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错事的 总是求得对方不得离开自己 这样注定是悲剧 因为你越是这样,对方就会越看不起你 越觉得你好欺负,更加事无忌惮 最后你依然会伤得体无完肤 爱在需要的时候,你要说声对不起 两个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彩虹,还有妥协 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更多的是默契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